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温庆传万家》 我是Mina 李识平 今天的《温庆传万家》 我们将会和大家探讨长者全面狐狸 因为九月份是全国长者全面狐狸月 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安乐居的入会 及外展专员朱冠彤先生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Ray 你好 你好 Mina 又见面 是的 隔一会儿没见 终于又见你了 讲开 九月份是长者全面狐狸 醒觉悦 麻烦你讲一下安乐居的长者全面狐狸 亦即是你们PACE Program的历史 是的 其实很开心今天可以上来 讲解一下PACE计划 PACE计划 我们安乐居的PACE计划究竟有什么 很多时很多人都会 上次我们过来访问时都说了 究竟PACE计划安乐居是做什么服务等等 刚好这个九月就是PACE计划的一个 PACE计划月 所以亦都是今次有机会就讲解一下 为什么开始有这个PACE计划 其实很有趣的 这个PACE计划 现在在全国性的 我们有很多个州份都有我们这个PACE计划 譬如现在我们的PACE计划就在31个州 总共就有260个PACE计划的中心 有这么多吗 260没错 但是当然这260个中心 不是全部都是安乐居去管理的 我们安乐居只是管理在三藩市 Fremont和Santacara County这三个地方的PACE计划的中心 还有这个服务 另外一些州份其实都会是包括纽约 Sacramento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我们这个PACE计划 说回历史 究竟怎样开始这个PACE计划 就是长者全面护理计划 就是全部一站式的长者服务计划 要讲到就是去到1971年的时候 我们的创办者就有Dr.William Chi 她是一个牙医来的 另外就和另一个社工叫做Marie Louise Anzac 他们两个当时一起走过去想 究竟我们可以怎样帮到社区的一些长者 他们认为当时就是1971年的时候 当时的一些计划是不可以真的确保 帮到所有有需要的长者 他们就发明了第一件事 开始了第一件事 就是其中一间在全国第一间的长者的一个 日间护理中心 就是我们英文叫Adult Day Health Center 那时候来说算是很突破的 因为那个长者现在很多 日间护理中心 很多不同机构都会做 那时候来说我们安乐就是开始了第一间的 在这里三藩市的第一间的日间护理中心 那间日间护理中心就可以提供一些 比如下午饭 又或者一些长者过来 我们这里可以做运动 做物理治疗 或者是做其他不同的活动等等 那时候来说是一个突破来的 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创意来的 在这个老人家的服务来说 之后他们慢慢再继续研究 就算是一个日间护理中心都不够 可能还要提供其他服务 比如社工服务等等 之后就成立了我们这个PACE计划 就是包括了所有一些不同的长者服务 比如可能家居护理 接送服务 社工服务 甚至乎现在我们有一些比如说 在心理辅导方面等等 所以现在就是一站式全面性的护理服务 所以现在今个月的九月就是一个 全面长者护理月 所以为什么就是要说这个PACE Program 所以其实据你所说 就是说PACE Program的创办人 是安乐居那两位人士 我们的两位创办人 其实是安乐居创办的 是安乐居创办PACE计划的 哇 现在很开心 我想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都很开心 现在这个PACE计划 可以帮到很多不同的老人家 不单止是湾区的 现在是全国有很多不同的州份 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州份 有一些他们想创立PACE计划 就是全面性护理计划的人 他们都会看看我们安乐居创办 如何做 找我们做一些顾问的服务等等 也有一些就是说 他们来参观我们的服务 让他们知道究竟 如何可以做一个PACE计划 就是全面长者护理计划 给不同地方的老人家 所以真的令到长者非常受益 麻烦你解释一下 你刚才也有提到一点点 就是安乐居这个PACE计划 即是长者全面护理计划 的优势和特色在哪里呢 其实优势我相信是最重要 就是如果那些长者 参加了我们的服务的话 他就可以在一站式服务 就是譬如现在他们去看医生 有一些老人家 他可能要见这个医生 那个医生又专科 又或者是要家居护理等等 他要联络很多不同的人 你知道如果长者到年纪 你还要他这么辛苦 约这么多批理计划 但进来我们的服务 我们就会有社工去帮他 做所有这些组织 等等的事情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 可以帮到他 那我们一会再谈 是 多谢Ray 我们现在就进入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介绍 长者全面护理计划 一会见 欢迎回来 欢迎全晚家 我们今天探讨 就是长者全面护理计划 Ray 你刚才说了安乐居 长者全面护理计划的优势 以及特色的其中一部分 你还没说完 那麻烦你再说 是啊 其实这个长者全面护理计划 因为今个月是长者全面护理计划月 也是PACE计划的一个月份 休息刚才说了一点就是一站式的服务 另外就是说 我相信那个经验很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一些老人的服务 尤其是他们究竟不只是一个病 或者一样东西去令到他面对的问题 可能是很多不同的东西 隔在一起 令到长者在生活上受到障碍 或者身体上是会对他没有那么健康等等 所以我们的经验 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了四十多年 比如安乐的全面长者护理计划 那我们这方面很多一些有经验的员工 就可以和我们整个团队去帮这些长者 我们的会员去设计一些计划给他 那计划就不是说他进来 我只是想你送饭给我吃的 不是这样的 其实如果他进来安乐居的服务 那我们就会帮他看回他的身体需要 或者他现在究竟面对着什么问题 或者什么的需要 而设计一个计划给他 这个我经常说是很重要的 我经常解释给人听 为什么你需要这些全面护理计划 就很简单就是说 比如我们都会开了个银行户口 或者投资户口 你都会找一些理财分析师 那些计划师帮你看看 如果我这样的钱有这样的退休金 我应该怎样做 因为他们有经验一些 他可以告诉你 怎样可以帮你再去投资多些 或者存好些钱 那其实一样 在老人护理方面都一样的 你要找一些有经验的人去告诉你 究竟其实怎样才可以帮到他们 最重要就是说 那种经验我觉得是很可贵的 很多时候有些家人 打电话上来给我们的会员部 他们问那些问题 他们以为很大件事 可能我爸爸妈妈会怎么样了 是不是 原来其实我们的经验告诉他们 不用那么担心 其实有东西可以帮到他们 很多时候就是这些经验 分享给他们 他们都很开心 当然有时候 他们未必真的需要 参加成为会员 但他们得到这些资料 他们都会很开心 也都说回 所以如果我们的会员 入了这个全面护理计划 的优势就是说 我们有经验的 staff 即是我们的职员帮到他们 以及他不需要自己 瓶瓶瓶瓶去约时间等等 以及所有的东西都包了 甚至乎是牙医专科 什么都会包了 那这个我相信 好过有一些老人家 如果到某一个阶段 他需要不同的服务 要他自己去找 那就会比较辛苦些 比如很简单 你收到一封英文信 不懂得看 政府寄来的 还是什么 还是是不是可能行骗的 就是骗人那些 现在很多 那不是说他们的子女 不帮他看 但是个个都忙 是不是 大家一个城市里 居住都知道 几繁忙 有时子女可能 一个星期后才帮到他看 但是你知道 有时那些长者 会比较心急的 我很想知道 究竟这封说什么 现在立刻要知道 诸如此类 那好像我们安乐的话 我们社工可以帮到他们 让他们不会那么容易 被现在太多一些骗案等等 我们会特别可以帮到他这些 所以很多方面 都会帮到长者 不单只是健康方面 甚至是心理 平时生活 社交等等 真是全方位 是的 我想问一下 当然 你们现在都已经有很多长者 已经参加你们这个服务 那些长者的反应如何 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喜欢 你们这个长者全面狐狸计划 其实很有趣的 我们进了会之后 我们都会有人去打电话 去做一些讨论 就是一些问卷调查 究竟我们的服务怎么样 你喜不喜欢等等 很多 我可以说98%的人都说很满意我们的服务 我们不能说100% 我觉得我们始终还有改善服务的空间 但是大部分 绝大部分 98%的一些我们的会员 都觉得很适合他们 其实我可以这么说 不是因为说 你当然这么说了 因为你是服务 我觉得因为如果我们帮他 参加我们的服务 我们都会认为他真的需要我们的服务 我们才会帮他成为我们的会员 如果根本我们觉得 你根本不需要这个服务 或者根本你可能要其他服务 我们就会建议他去参加另外一些服务 譬如有些长者 可能他已经需要24小时照顾 要有些护士去看住 要去护理院的话 他又自己独居 我觉得可能他应该去那些24小时的护理服务 就是那些长期护理院帮他会好些 起码我们就会让他们知道 我们不会硬说 我们试一下帮你 不会的 我们真的会看清楚他的需要是什么 我们是否真的帮到他 才会让他入会 在节目结束之前 就麻烦你讲一下这个安乐居的联络方式 好 我们的电话就是855-334-7438 855-334-7438 我们是讲中文的 大家打电话上来 跟着我们的电话提示 就可以跟我们的中文服务员联络了 非常之好 谢谢Ray 正如Ray所说的 如果大家想询问更多 关于这个安乐居长者全面护理计划的问题 就记得打这个热线电话 是855-334-7438 或者就可以掃描 螢光幕上的二维码 我们现在进入另外一段广告 各位观众 欢迎收睇 《温兴传万家》 我是Mina 李识萍 在这两节的《温兴传万家》 我们将会跟大家探讨 11月大选的时候 大家投票就要留意些什么 今天我们再一次邀请到 三藩市选务署的中文发言人 李耳庄女士 Hello Catherine 你好 大家好 Catherine 首先麻烦你来介绍一下 你们三藩市选务署是做什么的呢 是的 我们三藩市选务署的使命 就是提供和选举和投票有关的服务 我们是本着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 来举行选举的 务求令到所有合资格投票的人士 他们都能够如期地去投票的 非常之好 那就讲开 11月大选就真的很快 几个礼拜 如果大家还未登记成为选民 现在还来不来得及呢 当然来得及 今年的选民登记的截止日期 是10月19日的 这个截止日期只是说 如果你是用邮寄的申请表 或者在网上去登记的方式 是10月19日截止的 过了10月19日 在10月20日开始 直到选举日当日 如果选民还未登记 突然间就说 我决定都是去登记的话 他们仍然是有办法的 由10月20日开始 他们可以去到我们的投票中心那里 亲身办理登记手续 或者他们在选举日当日 可以去到投票站那里 就办理登记手续 而且要用这个 临时选票来进行投票 所以错过了都不用担心 我想问一下 今年你知因为这个疫情 今次的选举会不会受到影响 受到冲击呢 今年的选举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全个加州的选民 他们都会收到邮寄选票的 只要你在10月19日之前 已经登记的选民 我们都会寄邮寄选票给你的 如果我收到邮寄选票 是不是我一定要记回呢 因为有些人说我都喜欢去投票站 感受那种气氛 行不行呢 当然可以了 如果你收到邮寄选票的话 你想记回来的话 那就要留意了 邮策日期一定要是11月3日 扔上去 这一张选票才是可以计算的 如果你说你收到邮寄选票 但是你仍然想亲身去到投票中心 或者去到投票站那里投票 亦都是可以的 亦都可以这样做的 今年3月的时候就有初选了 我想问一下 今年3月初选的时候 其实华裔选民多不多呢? 其实华裔选民都不少 其实这次11月更加是因为总统大选 我们在过去一个月 已经收到很多选民的查询的电话 他们都很关心 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收到他们的选票 什么时候收到他们的选民资料 他们可以尽快去参与这个投票 你之前有曾经跟我提过 就是3月份选举 和现在这个选举的投票站 可能有些不同 大家怎样找到呢? 我怎知道我附近那间投票站 还开不开呢? 是的 其实在3月份到现在的时候 我们三藩市选务处 是总共改动了150个投票站的位置 那为什么会有些改动呢? 第一件事就是说 因为有疫情 我们要确保这些投票站 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给选民去投票 所以我们就要更改这些投票站的地址 或者有些投票站 因为根本不是属于我们三藩市选务处的 他们是一些热心的选民 他们去用他们的车房 或者用他们的地方 来开设一个投票站 这个是义务形式这样的 如果他们临时有一些改变 他今年不想再做投票站 那这些投票站也是要搬迁的 如果大家要确定自己的投票站在哪里 很快的选民就会收到一本选民资料搜册 全国三藩市的选民 都会收到一本英文的选民资料搜册 他在后面的封底页那里 印了你们的投票站的地址 如果有些选民 华裔的选民 他们要求中文的选举资料 他们都额外会收到 另一份的中文的选民资料搜册 也都是印在封底那里 但是我也很建议大家 如果你真的说在投票日当日 你想去投票站的话 如果你已经确定了投票站在那里 那没所谓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又或者打电话去我们的热线那里 就是问问我们的同事 查一查你的投票站的地点 正确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多谢Catherine 我们现在进入一段广告 在广告之后 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探讨 这个三藩市选务署 如何查询 他们的网址又是什么呢 我们一会见 欢迎回来温庆全民家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 11月大选 今年的选举因应疫情有什么改变 在我身边就是三藩市选务署的中文发言人 Catherine 李耳庄女士 Catherine 刚才你说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 譬如说不知道选务署在哪里 不知道在哪里去投票 就可以查询你们的网站 或者可以打你们的中文热线 麻烦你说说 我们的网站是sfelections.org 是有中文的 是翻译成中文的 如果大家需要中文的资料 也可以上我们这个网站去看看 另外我们有中文的选民热线 电话是415-554-4367 听闻三藩市选务署 你们为了因为疫情之下 而今年除了室内的投票地点 还有一些室外的 户外的投票站是不是 是的 我们的户外投票中心 只是只有一个 就在我们这个市政厅 对开外面的 Bill Grantham市政礼堂 前面那块户外的地方 那两边的街已经封了 现在近日正在整 户外的场地都是非常大的 有足够的贵位去服务 真是想去到场投票的选民 非常之好 有一个这么大型的 室外的投票站 我想问一下 麻烦你讲一讲 你觉得今年选举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其实今年11月的选举 其实除了有很多地方上的提案 选区的提案 或者州的提案之外 也都是对三藩市来讲 是住在单数选区的选民 即是13579和11的选民 他们会投票 通过优先选择投票的方法 去选他们的市议员 另外最重要的是 11月的选举 是一个总统大选 那你刚才有提到 这个优先选择投票 麻烦你解释一下 优先选择投票 这个方法 其实在三藩市来讲 用了差不多20年了 过往的时候 就是说 你可以选三个候选人 排你的第一选择 第二选择和第三选择 但是自从2019年的时候 我们更新了 我们的投票系统之后 选民就可以排更多的选择 最高可以排十个 当然就是说 你真的这个选举 这个项目 真的要有十个候选人参加 你才可以排到十个 但是好像在今次的选举里面 我们的市议会的市议员候选人 好像某些区 最多都是七个 你就可以排完一、二、三、四、五、六、七 但是每一位候选人 是不可以重复的 不可以我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 全部选择同一个人 行不行 但是如果你这样做 都是算你一个选择 因为每一个候选人 你排他的名次的时候 你只可以排他一次 如果你排了他第一 你就不需要排他第二 因为优先选择投票的时候 他的计票方法是第一轮计票 所有选民的选票上面的第一选择 都会去计算的 如果在第一轮计票的时候 已经有某一个候选人 拿到大多数的选票 即是百分之五十再加一票的话 那就已经不需要再计票了 因为自动已经有人胜出了 但是如果说在第一轮计票的时候 没有一位候选人 他可以拿到过半数加一票的话 那我们就会把最 拿到最少选票的候选人 就是淘汰 而选择这个候选人 最少选票候选人 选了他是第一位 那些选民上面的选票 第二的选择 才会计算的 而如此类推 直至有一位候选人 是拿到大多数票加一票 然后就是胜出了 所以就是这样说 我的理解希望对 是不是如果我一二三 我全部选同一个人 但是我这一票 不会作为废票的 不会作为废票 但是都是计一次的 都是计同一个人的一次 就是你所谓的一次 是不是如果第一是他 就是这个A 就是A先生 第二是他 又是A先生 第三就是他第一次 就是如果没有一个人 特别跑出的 那我们用第二选择 计那时候 就是第二选择 我也是选同一个是OK的 是啊 但是有一点要留意的 如果你这样选择的话 你的第一选择 又是他 第二第三选择又是他 如果他在第一轮计票 这个候选人 你选这个 你一二三 都是排他的候选人 已经被人淘汰的话 那你那张票就不能再计了 哦 原來 因为你一二三 都是计他 哦 明白 那就麻烦你在节目结束之前 再讲一次 重复一次 你们的网址 和你们的热线电话 好的 如果选民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想要多些的资料 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网站是sfelections.org 另外我们也有个中文选民热线的 电话是415-554-4367 我们是支援广东话和普通话的 我们多谢李耳庄 Catherine 大家就记得 李行李公民的权益 记得在11月3日去投票 而在下个星期的 《温馨传门街》 我们会继续请到Catherine 继续跟大家介绍 这个《优先选择投票》 因为今年候选人 有很多的选区候选人比较多 所以可能有少少比较混淆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多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